接过电话的人为何频频离弃死亡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今儿俗哥跟大伙聊一部日本的恐怖片 鬼来电 影片一开场 小时候受过妈咪虐待的尤美正在跟一帮朋友吃饭 这个时候刚参加完同学葬礼的杨子 突然不请自来 杨子的这个同学是在潜水的时候不幸淹死的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杨子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杨子拿起电话一看 来电话的居然是自己的号码 自己给自己打电话 这种事这二位还是头一回遇到 自然是非常的好奇 杨子收听留言 留言的时间更诡异 居然是后天晚上的11点04分 很快听筒里传出了杨子自己的声音 说不好了要下雨了 紧接着就是杨子的一声惨叫 把卫生间里这二位全下尿 三天后的晚上11点左右 杨子独自往下走 边走边给游美打电话 杨子走到天桥上之后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首先是电话信号被女鬼给干扰了 接着女鬼跟九天应援雷声普怕天尊 打了个招呼要求降雨 这个什么天尊可是正部级的干部 管气象的一瓦水 这哥们一声令下就开始下雨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游美听到杨子在电话里说了句 不好了要下雨了 这句话 游美和杨子在三天前的公厕里曾听到过 随着滋滋的声音响起 杨子跟见了鬼似的一声惨叫 然后就被女鬼从桥上扔了下去 此时时间正好来到了11点的04分 杨子掉下去之后 用已经断了的手拨通了下一个倒霉那儿的电话 在参加杨子葬礼的时候 游美听到了几个女生正在议论这件事 女生们说自己给自己打电话这件事 其实是一个死亡预告 之前那位在潜水池被淹死的学姐 也是在死之前接到了自己打给自己的电话 她被淹死之后 居然又用手机拨通了杨子的电话 游美说这不还是午夜兄灵的老套路 女生说差不多有点像 前一位死了之后 便会在她的手机里寻找下一位姓人 所以跟杨子有联系的人 千万不要接听自己的来电 要不就赶快换手机号 或者把现在的手机号给出销掉 转过天游美找到了杨子一直暗恋的炮灰哥 此时的炮灰哥非常的郁闷 因为杨子临死前的最后一个电话 就是打给他 而留言的时间就是这一天下午的3点34晚 从理论上来说 炮灰哥还能再活两分钟 这炮灰哥虽然心里发虚 但却不肯认命了 这哥们刚准备坐电梯撒子聊 女鬼就热情的为他打开了地狱的大门 随着一种滋滋声音的响起 炮灰哥就被女鬼强行给拽了下去 随后女鬼用炮灰哥的手机 拨了同学夏美的手机号 对于尤美说的诡异现象 老星真毛淡叔是一个字不信 毛淡叔说什么五叶兄灵鬼来点 全是下着单 我们警察向来讲究的是科学办案 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 杨子和炮灰哥全都是自杀 晚上尤美和夏美正在瞎分析的时候 夏美的手机突然下关起来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尤美急忙把他俩的手机全都关机了 女鬼一看居然跟自己来这一手 于是猛的一发工 又把夏美手机的电源给接通了 正所谓阎望让你三更死 谁敢留你到五更 两人打开手机一看 来电的时间是后天晚上的10点39分 女鬼一看夏美没有收听领言 便很贴心的发过来了一张图片 潜台词是你离死前就是这个样子 同学们一看这事越来越严重 都怕以后轮到自己 于是抢过夏美的手机 把他们的手机号 从夏美手机里都给删除了 为了彻底把这件事给解决掉 尤美和夏美来到手机营业厅 把夏美的手机号给注销了 而且连手机都不要 两人刚准备回宿舍 突然就被电视台的人给围住了 这帮孙子也不知道 从哪打听到的消息 得知夏美即将是下一个 领盒犯的导致档 于是便准备来个现场直播 为了安全起见 电视台还请来了 神通广大的驱魔大师王的摆 为了在前期先拍摄一些宣传资料 电视台的记者把同事的手机 强行塞给了夏美 女鬼一看机会来了 急忙给夏美手里的手机打了一电话 夏美一看这就是阴婚不散的 当场就被吓得是花之断产 电视台记者说 你大线已到 现在除了我们新闻媒体 也奥特曼也救不了你 赶快跟我们走了 夏美跟着电视台的记者刚走 尤美突然看到不远处 站着一个神秘的男人 两人一聊尤美才得知 这个叫山下红的男人 也是这件事的受害者 她的妹妹绿子半年前 就是因为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 三天后就挂了 而且这个号码 和杨子打给炮辉哥的号码 是一模一样 而且更诡异的是 山下红还从妹妹的嘴里 号码所属的某医院 据医护人员介绍 这个号码是老医院的电话 搬迁之后 这个号码早就不用了 两人正一筹莫展的时候 尤美突然听到了 那种熟悉的咫咫声 她伸头往下面一看 发现护士正在为一个 有哮喘的孩子喷雾 根据医院的记录 有一个名叫 水昭梅梅子的十岁女孩 七个月前死于了哮喘 山下红打开妹妹的手机发现 通讯录里居然有 水昭梅梅子妈咪 水昭真理会的手机号 自打水昭梅梅子死了之后 水昭真理会也失踪 现如今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山下红急忙拨打 水昭真理会的手机 可根本就打不通 山下红的妹妹 绿子的手机里 为什么会有 水昭真理会的电话呢 原来绿子死之前 是在儿童服务中心工作 而水昭真理会的两个闺女 梅梅子和蔡蔡子 一直都在服务中心托管 根据山下红妹妹的笔记显示 梅梅子的妹妹 蔡蔡子身上 经常会有被虐待的痕迹 据儿童服务中心的 工作人员反映 蔡蔡子确实有被虐待的迹象 但奇怪的是 水昭真理会 在照顾孩子方面 又是那么的费心忘食 因此大家认为 水昭真理会 可能是患上了 代理性阳明症 这是一种罕见的 精神错乱病 患者通常是母亲 受害者基本都是子女 母亲为了博取 他人的关注和通行 会故意把孩子弄伤 然后再带着孩子去看病 到了晚上10点 电视台的直播准时开始了 虽然电视台请来了 灵异专家和驱魔大师 但女鬼根本就没把 这些江湖片子放在眼里 当时间就要来到 10点39分的时候 女鬼先是把 下美的手机还给了她 然后一个黑股掏心 把驱魔大师 王子败给做梦圈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 可怜的下美 被女鬼气力看待杀了 而与此同时 从下美嘴里滚落的糖果 溜达到了油美的面前 这解门正梦圈的时候 女鬼又给她打来电话 通知她死亡的时间 是第二天晚上的7点13分 时间仅任务急 如果想逃过这一劫 那就必须赶快找出 女鬼杀人的原因 第二天一早 山下红和油美 来到了水昭真理会 租住过的房子 屋里是狼藉一片的 比鬼子进村还乱 两人在屋里瞎悬磨了一圈 也没发现什么 有价值的线索 这个时候 一双鬼手突然从 地处里伸了出来 油美一声尖叫 当时就吓鸟了 山下红打开柜门 从里面拿出了一部摄像机 随后山下红 到儿童服务中心 看望了蔡菜子 她吃惊的发现 从蔡菜子的玩具熊体内 发出的音乐 跟所有受害人的手机铃声 是一模一样 根据医院护士提供的情况 油美来到了 尚未拆迁的老医院 此时距油美领和饭的时间 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 当油美正瞎转眼的时候 女鬼开始吓我人玩 眼瞅着油美就要被吓叫了 身下红即使干到 两人想跑 可门早就被女鬼 从外面的锁上 就在这个时候 手机的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油美抬头一看 只见屏幕上写了几个字 你的生命只剩下56秒 抓紧时间吃点好的 油美一看 当时就崩溃了 山下红是干着急也没办法 就在油美等死的时候 山下红突然看到 李屋有一部手机亮着 她走过去一看 发现打给油美的电话 正是由这部手机里发出了 山下红抢过手机 手机马上就神奇般的挂断 山下红看了看手表 发现时间已经过了7点13分 这也就是说 油美成功地躲过了这一劫 山下红走进屋 看到水招真理会的尸体 蜷缩在一个泡沫箱子里 油美说她这么做 是希望别人能发现她 油美的话刚说完 已经变成鬼的水招真理会 突然就窜了起来 上去就掐住了油美的脖子 此情此景 让油美进不住想起了 小时候被妈咪虐待的经历 她渴望摸摸 但却从来都没有得到过 她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每天战战兢兢地 看着她妈咪的脸色 她从真理会的脸上 看到了她妈咪的样子 她渴望得到妈咪的拥抱 哪怕一次样 也许真理会被油美的赤诚所打动 居然放了油美一马 警察经过勘察发现 水招真理会已经死了有半年多了 手机里的记录显示 真理会死后 曾给死去的养子 和夏美当人打过电话 随后山下红跟着警察 来到了儿童服务中心 观看了一盘水招真理会家的录像 根据录像上的画面显示 真正虐待蔡菜子的不是真理会 而是有哮喘的美美子 美美子之所以虐待自己的妹妹 估计是因为自己有哮喘 而妹妹身体一直很健康 这样她觉得非常的不公平 美美子每次虐待娃妹妹 都会给蔡菜子一颗糖 这就是典型的 打一巴掌给个田枣 这一天当美美子 正在虐待蔡菜子的时候 真理会刚好回家看到了这一幕 气愤的真理会 不顾美美子哮喘命发作 抱着蔡菜子离开了家 含恨而慈的美美子 首先干掉了妈咪真理会 然后利用真理会的手机 开始杀人了 美美子为了干掉优美 发功让时间倒流 回到了七点十三之前 然后亲自来到优美家 准备把优美给杀了 优美说大妹子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美美子也没说话 直接就附在了优美的身上 吃瓜的山夏红 以为这些都结束了 没想到被美美子 一刀就捅在了肚子 山夏红透过镜子一看 吓得是一阵阵的干颤 山夏红在昏迷的时候 做了一梦 她梦见自己救了 哮喘命发作的美美子一命 从这点上来看 山夏红似乎是希望 这悲惨的一幕 从不曾发生过 而患有代理性杨并症的 美美子附在优美身上之后 病情丝毫没有减轻 对待山夏红 依然是打一巴掌 给了天早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堂诗一下 孩子都是家中宝 心理健康要做好 溺爱浇灌太从容 将来肯定瞎互搞